玉海回狂 白话有声书 清周安寺著 寿康学会清凉书屋一白 童话社商丘寺 寿康文化研究学会编译出版 父亲王英如录制 妙音居士传播 世上有一种极其产烈 极为深重的祸患 往往使人丧失幸运 可是人们却大都缠溺于其中 甚至不惜以身相寻 自死都不肯改悔 这便是对涉欲的贪爱 那些道德败坏之流 放重情欲 寻花问流 偷向窃欲 做下种种毁坏社会伦理的恶行 致使家庭衰败 父母受辱 自己恶名远扬 连累后代子孙 他们活着时 寿命被削解 不能尽其贴拈 死后还要永久堕入恶道 这些人所受的报应 姑且不论 即使是夫妇之间的正当性关系 一旦沉沉沉其中 不佳节制 由此而上升的人 其繁围之广 数量之多 也是数不胜数 本来是想贪图快乐 结果却招字死亡 官夫寡妇的落苦不幸 实际上多由自己造成 并非命该如此 那些沉迷于床地之欢 不能自拔的人 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但也有平时方式并不过度 是因为不知道应当注意的各种忌讳 贸然为之 因而招致死亡 这样的势力也为数甚多 在礼祭月令篇中有这样的规定 当经浙节气即将到来 春雷镇响千三日 要由官吏镇响目夺 宣告政令 顶世人们在此期间 禁止防事 以免胎儿发育不全 古代圣王的爱民情怀 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有人说 世人辞世的真正原因 由涉欲而直接自死的 占十分之四 坚洁自死的也占十分之四 这是由于贪着射欲 使身体亏损 当受到其他风寒 病毒等感染而死去 一般人总把这些人的死 归之为他们的命不好 不知贪射的人突然死去 其实并非他们生来注定 寿命短处 因为只有那些心地清静 品行端正 不贪欲事的人 才能活到自己命定的岁数 而贪射的人 全都是自我侵害宝贵的生命 以致过早去世 这怎么能说是命中注定呢 其中真正能以命而生 命尽而死的人 只占到十分之一二 由此可知 世上多半都是贪折舍欲 而亡死的人 这一祸患之严重 再没有别的能与之相比 这是多么令人深感爱痛 又是多么的令人深怀畏惧 然而 也有一种方法 既不用费钱 又不用费力 却能成就至高的德行 享受至大安乐 给子孙留下无尽的福音 使自己来生有真良的眷属 这便是戒淫的善行 夫妻间的性生活 前面已略说其中利害 暂且不论 至于各种不正当的邪淫行为 却是无怜无耻 极慧极恶 所以当有燕女前来私会 或是妖记头怀献媚 君子则是为莫大的 祸殃而予以寂解 因此而福星高照 天神眷幼 小人则是为莫大的幸福 而欣然接纳 因此而摘兴降临 贵神诸禄 君子则因祸而得福 小人则因祸而加祸 这便是古人所说的 祸福无门 为人自招 世人若与女社关头 不能彻底看破 便是以本来应该属于 自己的至高德行 至大安乐 以及侄孙无穷的福音 自己来生的真良眷属 全部断送在 片刻的欢愉之中 这是多么的令人悲哀啊 清代周安市 美容做了细致的分类 加以详尽的剖析 用亚书共赏之笔 写下了既有诚挚勉勉 又有严厉信介的感人文字 对古往今来 不云而祸福 泛淫而致祸的诸多势力 远远本本做了详细的技术 作者在书中大声疾呼 不遗余力 宛若木骨尘中 发人深信 就是想让世界上所有的人 都得到幸福快乐 健康长寿 各尽天宁 须知 史书随时被借淫而作 七所产世的一礼与准则 无论是国家治理 自我修养 家庭完善 还是探寻宇宙人生的奥妙 物名自信 了脱生死 全都圆满的包括无语 读者若能细心领会 身体力行 融会贯通 一定会达到圆融自在 触目是道的全心境界 暗示先生的优势救命之心 真可悲至深至切 希望父亲以此教会儿子 兄长以此勉力誘地 为私以此训诫学徒 朋友之间以此相互劝告 使人人都深知淫欲之害 立志如山 守身如玉 不但不做任何邪淫之事 即使夫妻间正当的性关系 也懂得节制 从此世上的官夫 寡妇 孤儿和上子的老人 必将日渐减少 富裕长寿 健康安宁 人人都可得到 自己与家人从此平安吉祥 国家和社会从此和谐安定 慧德转化为美德 摘阳转变成吉祥 这样不用费钱 又不用费力 却能在如此美满的结果 我想人人君子一定都会当仁不让 欣然为之吧 为此谨略素要义 贡献给各位同仁 我父亲爱你 然后祝福